民進黨其實執政兩年多 蔡英文最大的問題 所有的政策 長長法夾彎 從我們的牢基法 到我們的空污的問題 能源的政策 不斷的在轉彎 一個看起來本來 蔡英文覺得說 我發發紅包 當聖誕老公公 應該是所有國人 會很高興拍拍手 沒想到今天 八天八個版本 到最後變成從長技藝 如果歲入超收的話 也應該去回過頭來 去討論說 我們過去去年度編的稅入 是不是過於保守 我們應該增加稅入 如果真的要去補助 中低收入戶的話 那也應該從社福政策 去好好檢討 從制度面去好好檢討 而不是說 只有一次性的發放 但是現在民進黨 在最後階段一年 想要把民調衝高 想要贏回民心 能做的就是大撒錢 但是制度法規都不管 我先講了再說 到最後 因為現在行政院是六七個部會 沒有部會首長 然後專業的議題問題 找不到人問 所以才變成一天有這麼多個版本 出乎蔡英文的意料之外 到最後變成再多好幾個法夾彎 轉到哪裡大家都看不懂了 這麼多個版本 也可以去意想到就是說 接下來即便這兩天 民進黨其實本來以為說 這兩天預算結束之後 蘇貞昌就急著上來 所以當時其實按照道理說 如果當時敗選的檢討 馬上賴清德隔天馬上打包走人 今天或許在政策銜接上 沒有這麼多的問題 但是就是為了預算審完方便 圖方便 所以就今天造成很多主要的政策 沒有人敢負責 也問不到人到最後 今天看起來蔡英文以為 是一個加分的政策 到最後八天結果 是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那民進黨的施政方向 如果還是用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找不到方向的結果 十三個月要轉回民心 恐怕人就會非常困難 那四百億要怎麼發 可能連我自己一個人 都會有好多種方法 那所有的方法 但是我們還是要歸根就底 看這方法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蔡英文點下他的名 他當過陸委會的主委 當過副院長 當過立法委員 現在當總統 立法委員他跟我在 同樣財政委員會 他也在財政委員會 財政委員在那一年 我都覺得他真的是沒有念書 我剛剛跟大家很簡單的講 政府預算是怎麼編的 我政府要支出多少錢 這叫稅出 那我就要開始找錢 我要我的稅入是什麼 我的稅入支出要兩兆 那我稅入從稅的方面 有大概一兆五千億 那剩下還不足五千億 事業單位的盈余腳庫 還有三千億 不足兩千億去借錢 大概就是稅出跟稅入 那我們任何政府的一個 錢要花錢 就是我稅出 一定會有一個計劃 有這個計劃 有這個科目要怎麼做 怎麼分配 這個分配一億兩億 這個橋多少 一定要有個計劃 沒有這個計劃 你的錢是吃不出去的 那我們這個計劃 通常有哪兩種計劃 對中央政府 一個是年度政府 各個部會所提出來的 行政院提出來 總統提出來 監察 這叫計劃 還有一個是我們現在 大家所了解的 前瞻預算的計劃 這叫特別預算的計劃 我強調了剛好幾次 這叫計劃 計劃就是你規劃的系項 這個所有的計劃都要經過 我們主計總處 或者是國發會 它評估可行性 這個時候你才能夠 政府給的錢 我才拿來用 第三點 蔡英文講說 你看他講 稅收超過預期 其實後來我們搞清楚了 就是這個剩餘數 剩餘數你並不做 剩餘的多少 我就可以隨便亂花 如果我剩餘 我在我的行政院的救難金 大概每一年編個100億 救難金我花不完 這個可能我可以發給各個縣市 這統籌留用 可以的 可是我是稅計剩餘 不是一個科目 這個科目這不可以隨便用 它可以做兩種做法 一個我作為來年 我稅入的來源之一 編明年的預算 還有就把這個錢繳固了 再看我們政府的 現在的財政狀況 我們現在中央政府 負債五兆三千億 我們一年預算規模兩兆 我們一年兩兆 但是我剛才跟大家報告 我不足的錢 是發行公債 或借錢是多少 是2300億 就特別預算 跟中央政府 一年不足 這連著三年 從他上來就2300億 換句話說我國庫竊五兆三 我每年還要借2300億 還有一個 我們勞退保的年金還沒有處理 那個潛在負債 各種加起來潛在負債 還有17兆 這就是我們財政的狀況 是不是像他講的是 我們有經濟的紅利 我們經濟紅利到底 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懂不懂預算 納稅人會有這樣子的疑慮嗎 就是說你今天你搞軍公教 然後搞軍公教跟勞工的對立也就算了 你到現在你還拿一個3萬 當成一個門檻 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就是像剛剛主持人講 為什麼我3萬領100我就領不到呢 當然我覺得這裡面看出來 蔡政府幾個問題 就是你一個政策 你要拋出來之前 你要讓社會大眾公平之前 起碼你是一個成熟的政策 哪裡有說這種說法一變再變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樣子反覆 第一個當然是被網友罵 很多網友就說什麼 比如說 很多的家裡面的有錢人 爸媽給的零用金比3萬多 但請問他有沒有收入 他需不需要納稅 不需要 很多包租工 很多攤販 因為收入比3萬多 你可不可得到他的稅 你查不查得到他的所得 這些都是一個造成一個公平性的問題 而且如果說你今天要發現金 那這真的太好笑了 我們今天很多納稅員就講 繳稅的時候我一毛都跑不掉 我們知道最近有一個叫做 法稅改革聯盟 他就是說你4年超增6千億 你要還給我 你憑什麼超增我的錢 然後我這些全部都要 放在你這裡就算了 結果你居然是用發現金的方式 把你從不同的人那邊徵來的稅 再去發給 重新分配一遍 人家當然沒有辦法接受 你這個是什麼邏輯 你如果拿來去還債 就像剛剛委員講的 起碼你的科目要合法 合法總是一個對政府的 一個最低要求 你今天合法都不合法 然後用的公平性也不足 然後再加上你口吼聲不是罵嗎 馬政府消費券 8千億 比這個4千億還多 對不起 至少他對國內的經濟消費 產生了一個陳述效果 因為這個消費券它不是錢 我不能存起來 我不能去挪作它用 我至少刺激了國內的消費景氣 請問你到底花了這些錢 一次性的 你到底達到了什麼目標 為什麼他要延後 很簡單 我跟大家從政治的 但是延後還是取消 沒有人知道 對 是延後還取消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現在為什麼蔡英文 要急著拋出來 明明一個政策都還沒有成熟 內部都還沒有討論過 為什麼要急著拋出來 因為現在對蔡英文來講 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做出攻擊 讓他在未來民進黨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 能夠出現 這是目前對他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原本以為 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政策 如果選民是說 好 至少拿到錢的選民 覺得他真是施政績效 非常良好 對不對 你看照顧我們這些窮人 他本來預期有這樣一個效果 結果沒有想到自己內部完全協調 就沒有一個一致的版本 也沒有一個成熟的政策 匆匆忙忙就提出來 這樣子一個違法的計畫以後 現在罵聲一片 罵聲一片 就對他從民進黨的 總統候選人裡面出現 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以後 當然要延後 因為延後你現在根本不知道 未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是不是他 等到確定以後 我們再發這紅包 如果未來出現的人 不叫我蔡英文 那我不是幫別人發了嗎 那有這個必要性嗎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 就是說今天這個民進黨 所有政策 就很荒謬 很光怪陸離 就是這樣 你是抽真回來的錢 然後你不說你把這些錢 還給原來這個納稅人 你說我要重新分配 對不起 那些是應該在你正常預算裡面 福利政策去做的 不是說你福利政策已經有了 你本來就已經有 對中低收入的補助了 那你是認為你現在的補助還不夠多 請你把明年年度預算 再提高更多給社會福利的部分 而不是這樣違法用亂用名目的方式 亂花亂納稅人之鎧 你本來就是拿人家的錢 來做你買票的工具而已 為什麼會引爆這麼大的問題出來 其實就是因為蔡總統 他要站在第一線 他要站在第一線 也就是從11月24號九合一選敗之後 蔡總統他檢討了 反省了 他說我們民進黨 為什麼會敗得這麼慘 那是因為我退到第二線 我都讓第一線的行政院院長去做 用林權去做 用賴清德去做 可是我覺得今天很明顯的失敗了 所以我蔡英文現在要站在第一線 所以開始有回廊講話 他直接站在第一線 直接指導 其實他凸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原來蔡英文站在第一線的時候 他的能耐就是如此而已 也就是說原來蔡英文的能耐 就是如此 站在第一線 兩岸關係搞不好 連國內的 這個連稅的運用的方法也搞不好 經濟也搞不好 結果他要站在第一線 要直接下指導旗 我們要讓這樣一個總統 繼續胡作非為下去了不起 今天我們當然 要追究的是總統的幕僚 稿子寫 差了 但是你總統要做元旦講話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話 這麼重大的講話應該把相關 因為他裡面有談到稅的問題 裡面有談到稅的問題 他是不是應該把行政院院長請來 副院長請來 有談到哪一個部門的時候 把那個部門的首長請來 說我的元旦講話大概講這些 大家討論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負責任的 你要不就是講一個激勵人心 但是沒有重大政策指導的話 我覺得這樣也可以 就是說我講一些激勵人心 我把去年我們做了哪些很棒很棒的事 但是老百姓不認同 所以我選敗了 然後我今年我打算要做什麼事 我至少先把方向 講出來就好了 可是當你要下指導期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把相關部會的首長 請來一下 諮詢一下 因為他是你的幕僚長 他是你的幕僚 聽聽意見 然後你再出來 就不會犯這麼重大的錯誤 我覺得現在的蔡英文的問題是在於 沒有能力還要執政怎麼辦 台灣的老百姓怎麼辦